一开始我们来关注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可能性 又迈进了一大步 14号欧盟峰会就宣布要启动 让乌克兰跟摩尔多瓦入盟的谈判 虽然估计可能还要至少十年才会谈出最后的结果 不过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因为最近乌克兰去寻求国际援助其实并不顺遂 总统泽伦斯基是到处奔走 可是美国的预算是被国会给挡下了 而欧盟方面则是被坚持亲厄的匈牙利一票给否决 俄罗斯总统普钦在年终的记者会上就嘲笑乌克兰到处向人伸手要钱 欧盟理事会12月14日决定 开启乌克兰与摩尔多瓦两国加入欧盟的谈判 同时也给予前苏联成员国乔治亚欧盟候选国的地位 尽管这只是第一步 真正入盟可能要磋商个十年 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与人民都表示感谢 战争进入第二个冬天 乌克兰民众的期待越降越低 能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2月12日与13日 基辅再遭恶军轰炸 十多枚导弹在凌晨三点 炸坏基辅四个地区多栋建筑 53人受伤 重伤住院的20多人终有两名儿童 空袭当时 泽伦斯基人在参加北欧峰会 从阿根廷美国载到挪威 泽伦斯基绕着地球跑 恳求军援与晶圆 美国国会让他碰了钉子 还好挪威终于没让他失望 我们也可以预访 我们将在2024年 在早期的月份 向这些重要的支援 所以我们将在乌克兰人民带预设备 非常感谢 首席主席 和您的领导 谢谢 整个国家 和纽维会 当然 纽维会 与俄罗斯临近的北欧诸国 因面对共同敌人 挺务立场没有松动 隔天在北历史欧盟峰会现场 泽伦斯基与匈牙利总理奥尔班 相谈不欢 是人人都看得出来 素有欧盟坏孩子之称的匈牙利 亲恶立场始终坚定 加上打压新闻自由 异议人士与多元性别者 2022年底 欧盟冻结了给匈牙利的部分补助款 奥尔班确实坚持着反对立场到最后一刻 但新成员国入欧盟必须是全体27国都赞成 才能通过 最后发生有点难看的情况 德国总理肖兹将奥尔班劝离会议室 用弃权代替反对 才终于让乌克兰入盟谈判得以启动 但奥尔班在另一项实际的议题上反对到底 欧盟经援乌克兰500亿欧元的计划 被匈牙利一票否决 明年一月在意 人在曹尹新在汉 匈牙利至今坚持清俄路线 但2024下半年 匈牙利是欧盟轮值主席国 这让各国都相当不安 但普京年终记者会 关于战争的最新说法更让人沮丧 普京重申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目标不变 就是促使乌克兰去军事化 去纳粹化 并转为中立 年终长达四小时的马拉松市记者会 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 依然高姿态甚至是高傲 记者问到战场现况 普京说乌克兰人 把子弟兵放在前线送死 是为了装可怜向其他国家要援助 匿名讯息相当尖锐 普京挑了几个来表现对人民的谦逊 比如对鸡蛋价格太贵 和通膨太高道歉 但当他看到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学生 制作的身位影片时 忍不住瞪大眼睛 至于美国所期盼的两名制恶人制 普京则说并没有拒绝谈判 不过至今美国提出的各种放人条件 都不曾被恶方采纳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剑辑达 剑达